来了 刚洗澡呢 就把门给锁了 你怎么送外卖 穿这么久啊去隔壁 强总 你怎么来了 莫菲呢 她 你有朋友来啊 我刚好要回去帮你开门 好 明轩 你别误会我只是来给她送个披萨而已 明轩 我们在一块吃披萨呢 要不要一起啊 你这么把还吃披萨呢 不用了 你们俩慢慢吃 明轩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 不是你 不是你想就是生气了 我说你发的 你觉得干什么呀 你讲好了是吗 没有我就 方笑语你太过分了吧 你没想到 老大 哪里易小姐 我特别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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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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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羞 恭喜你提前杀青了 我许几背心的角色 都叫醒 全给我 你也许几背心 为什么你许几背心 你好 你好 先生 我是职业的联系 我许几背心 你也许几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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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凰 唐总没说几句话就走啦 你俩又吵架了 这事不能怪唐总 我要是换做他 看见你从风向云林屋走出来 我不止生气 我还要跟你分手 这么严重吗 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 莫菲 你得要多替对方考虑一下 我替他考虑了呀 而且刚刚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 可他听了不听我就走了 行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唐总在国内 你想回国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你回国了 发现他青梅竹马那个女的 跟他在一起 你生气吗 好吧 确实 给我 你会生气 这不就得了吗 还好人家唐先生啊 是有教养的人 要是换成程阳 我早给他打过去了 莫菲这个事情啊 确实做得不太对 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你和程阳 就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吗 我跟程阳 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我跟他都需要空间冷静一下 我还是这句话 一定要好好地替对方着想 珍惜身边的人 晚上好 我 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科普一个小知识 他说 胡金是非常有爱的动物 他们一旦吵架呢 就会在三分钟之内和好 要是人能像胡金一样就好了 中吵过后 很快就能和好 今天晚上的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们 能不能和好啊 能不能和好啊 你和我一起来 您好 您好 唐总 欢迎 那是 欢迎您的到来 请坐 坦白说上一次的见面重属偶然 当时我对明远时商不是很了解 后来我对明远时商做了一些评估 我很高兴你们能够扶持苏绣记忆 这个呢现在只是我们明远集团 全球战略化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会对于我们中国的飞翼记忆 会加大力度 给予更好的复制 我个人很希望和你合作 所以我想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方案 强调了明远集团的优势 多谢 不过气 我之前对于SLC的一些了解是 在近些年加大了很大的 就是东方元素 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越南元素呢 的确 我的祖父曾在越南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我们也把目光放在中国 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多的中国元素 这些年啊其实中国整个的服装行业一直在追寻着世界的一个潮流 但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公司啊 他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公司的特色还有质感 就像你们做的一样 是的 就像我们一样 但是收购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了解了你们集团的商业模式 但是我必须要向董事会推荐 内部统一之后 最终才能让股东们认可 我不知道我上次给您送过来的新的收购企划案 您有没有看过 董事会比较倾向于凯曼 因为他们提出的条件更优越 没关系 这个我很理解 所有的合作里面都有很多竞争对手 但是我非常的确信 明远将会是SLC最好的选择 是的 凯曼在资金和品牌上确实是有绝对的优势 但他们的收购行销策略并无新意 虽然我个人很欣赏你 但是我必须公事公办 没关系 我会非常耐心地等待你的婚服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